深秋之节傍晚时分 一名男子近乎赤裸前来报案 是极怪的这么一个案件 我们当时对这个案件的知识性有怀疑 突然出现的前女友 提出一个大胆刺激的想法 跟这个男的提出说 我们到山上去绑起来搞一下 说是这样刺激 一段短暂的婚外恋情 一方落花有益 一方流水无情 我真的感觉在我心里没有这张老 女人们都是一样的 不觉识哪一个是生的 哪一个是假的 嫁到一乡 她为什么几年间不敢回家 又为什么以身试法 敬请收看本期夜宪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今天这个案子发生在浙江省江山市 2018年10月的一天 当地的派出所来了一个姓刘的男士 匆匆忙忙来报案 奇怪的是啊 这个刘先生出了一条内裤之外 什么都没穿 基本上裸奔来的 他报案说 他被他的前女友给抢劫了 首先一个男的被自己前女友抢劫 就已经够奇怪的了 关键是抢劫就抢劫吧 怎么连衣服都抢光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8年10月20日傍晚 一名只穿着一条内裤的男子 神色慌张地推开了江山市公安区 城中派出所的门 当时我在职办室里职办 一个男子跑过来 报案称自己被他的前女友抢劫了 当时他的神情也是很恍惚的 看上去一脸好像很猛的感觉 前来报警的男子姓刘 对于自己没穿衣服这件事 他的解释让办案民警闻所未闻 被害人刘某到我们公安机关报案 说是他的前女友跟这个男的提出 说我们到山上去绑起来搞一下 说是这样刺激 这个男的自己当时也觉得 想想可能挺刺激的 想跟这个女的发生性关系 所以说就同意了 刘先生的故事让民警们大跌眼镜 四肢健全 行动自如的中年男子 被前女友抢了衣服和钱 这样的事情说出来 确实让人难以相信 刺激古怪的这么一个案件 我们当时对这个案件的真实性 有怀疑 是不是真的按照先议来说的 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抢劫的话 你说女的去抢劫时 这种事情横扫了 几乎说没有停止过 你不管怎样子 你这个男的不可能 你这个力气 首先力气比女的大 不可能让女的这个绑在树上 那么第二个怀疑呢 就是说自愿被她绑在树上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一个怀疑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绑了以后 然后她怎么侦途开来的 那么会不会她因为两人之间感情纠纷呢 会不会因为感情纠纷去诬陷 诬蔑这个前女友呢 我们也有这种怀疑 所以我们的这个案件 这个真实性当时怀疑很大的 按照刘先生的说法 当天下午 她的前女友先把她骗到了山上 然后实施了抢劫 两个人到江山市区的西山上 一个没有人的偏僻处 然后女嫌疑人 跟这个男的讲明要求之后 这个男的按照 也自愿按照这女嫌疑的要求 把衣服都脱光了 包括内裤什么的 都脱得全身赤裸的 然后自愿靠在一个树上 被这个女的用绳子 然后全身给宽绑起来 不能动弹 然后在这个男的 失去反抗能力之后 这个女的并没有跟这个男的 发生性关系 而是当场就把她的衣物 以及一万多块钱 手机等这些财物 当场就抢走了 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民警继续询问刘先生 他前女友的身份信息 而他模棱两可的回答 让本就奇特的案件 更加扑朔迷离 然后他的前女友 叫什么名字 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刚告诉我们 他名字 认识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说得出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他是对这个女的 这种姓名 他不清楚 他只知道他是贵招的 如果真的像刘先生所说 自己是被绑在树上了 那他又是怎么跑来 派出所报案的呢 他当时是从山上 好不容易 因为全身被绳子捆绑起来了 然后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然后本身是浑身赤裸的 只穿了袜子跟鞋子 然后运气好 他在下山的路上 捡到了自己 可能是这个女的 匆忙之下掉落的 她的内裤 然后穿了一条内裤的 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 变成了一个个问号 砸向了办案民警 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否是刘先生 所叙述的那样呢 第一个 他这个衣服 只穿一条短裤的 那么这个呢 也有可能 这个所以说 我们心里 虽然有怀疑 他这个案件真实性 那么通过他穿着 然后他这个身上 有多多少少 有这个把来树上 让他挣脱开 这个山横也有的 那么后来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询问 通过我们的现场勘察 到现场进行勘察以后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案件 确定下来了 这是真的是一个 确确实是按照办案来讲 是一个案件 可是由于刘先生 能提供的 关于前女友的信息 非常有限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就变得异常艰难 按照我们嫌疑来讲的 他说了一个 这个名字 是我们江山考英 讲的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 跟我们汉字的这个名字 这个读音发音 普通话怎么发音 可能还是有区别 那我们只有 根据我们 我们这个 他讲的这个 大概的这种音 我们去查 那么查出来 这个来很多的 那我们要辩论的 按照这个音 查出来 可能一大批 按照另外一 一大批 查出来 又是一大批 那么这么一大批 一大批出来 我们要 然后我们只有通过 了解了 详细询问了 这个女的当天的 一个经过 然后调取了 发现这个女嫌疑人 是先到这个男的 工作的工厂里面 找她的 然后我们调取了 工厂里面的监控 然后又通过 当时他这个男的 被害人在工厂里的 一些工友的辩论 然后最终才锁定了 这个女嫌疑人的 具体身份 掌握了她的具体名字 周某1987年出生 户口所待地 为江山市某村 得知消息的民警 马上前往周某的户籍地 进行调查 这个女嫌疑人 嫁到我们江山这边 户口也迁过来了 等于就是说 赶到她这个老公家里 发觉她老公家里 只有她一个儿子 跟一个年迈的母亲在家 其他人都根本没人 然后了解到 这个女嫌疑人 其实这几年 基本上没有回过家 她实际并不住在 她老公家里 据周某的丈夫说 周某原籍贵州 早年间嫁到江山 但她最近几年 都没回过家 自己也不知道 周某具体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 只能去进一步研判 这个女的 最近几年 在我们江山这边的 落脚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她因为 户口已经迁过来了 她并不算 外来流动人口 所以说出租房登记 这一块都根本是没有的 她不需要办这些 赞助证 居住证这些的 她都算是我们江山的 本地户口人了 最终我们是通过天网视频 然后进行盗查 发觉她可能是 从我们江山鹤村镇 一个地方走出来的 通过大量的视频研判 民警终于找到了 周某的疑似居住点 在对周围进行排查之后 民警得知 附近的一户农家里 可能租住着贵州籍人士 据房东城他回忆 他说当时他把房子 租给这两个贵州籍男子 这两个贵州籍男子 是说他就把房子租过来 我过年打工返回贵州老家的时候 我就临时存放一下东西 并不会实际住人 但是后来 为什么这个女嫌疑人 会住到她的这个房子里 她其实房东自己 也不是很清楚 线索再次中断 而就在这时 民警得到消息 周某已经逃回自己的贵州老家 专案组马上赶赴贵州 到周某的娘家 进一步调查 去了之后发觉 她其实并没有回到贵州 贵州的娘家 她的妈妈也说 并没有见过她 然后案件一时之间 我们也就是说不确定 这个女嫌疑人 到底是躲到哪里去了 唯一确定的是 她肯定是回到了贵州 她的娘家 这个望摩县的县 这个县里 但是具体这个县 因为也比较落后 很多山区都很偏远 我们并不清楚 她具体的落脚点在哪里 周某的老家望摩县 位于贵州前西南地区 各个村落乡区较远 加之语言不通 这给民警的排查 增加了很多难度 这个女嫌疑人的家里 确实是比较偏僻的 我们要进行摸牌这些的 都其实是 如果我们自己一个 外地人进去 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 会被马上认出来 然后出于这点考虑 我们是担心 直接这么去摸牌的话 我们是很快会暴露 我们当时的行动目标 然后我们肯定也担心 这个女嫌疑人 如果知道了 会不会直接躲起来 民警在贵州 并没有找到周某的踪迹 调查陷入了僵局 周某到底躲到哪儿了 这时民警想到了 之前走访调查时 得到的一条线索 然后我们就分析 他可能是不是有同伙 是不是有老乡 一起回去的 我们对案件的分析了 那通过 因为他身份确定下来以后 包括我们到街面上找访 说了以后 好多人都认识他的 因为他经常出现在街面上 好多人讲到他 我讲到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男的 带着一个男的 最后发觉是 有可能他在我们江山这边 可能还最近结交了一个 他贵州籍的 也就是贵州老乡 新的男朋友 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说 躲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去 周某贵州籍的男朋友 这个人的出现 触动着警方的神经 我们发现这个线索之后 是对这个男的 应该是他叫杨某 男的嫌疑人杨某 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刚开始是没有掌握 这个男具体的犯罪事实 他这个男的之前 在我们那个系统里 查不到他有前科 杨某的家地处山区 地理位置偏僻 周围外来人口稀少 确实很适合躲藏 那么周某会躲在 杨某的家里吗 因为这个男的嫌疑人杨某 他的家比较偏僻吧 在农村 然后我们在贵州警方的协助下 死地地去侦查排查 发掘这个女的嫌疑人 确实是最近 就是说他回到贵州之后 一直住在这个男的嫌疑人 杨某的家里 最终警方在杨某的家里 把周某抓获 此时另一个难题 摆在民警面前 杨某在这起案件中 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是周某的同伙吗 还是说杨某对自己 女友的所作所为 丝毫不知情呢 刚开始我们也 不能确定这个男的 到底是不是涉嫌犯罪 所以说刚开始 我们是以询问通知的形式 将这个男的嫌疑人杨某 通知到我们公安机关 接受询问调查的 然后询问之后发觉 他从中参与的 一个具体的作用跟角色是 他明明知道 这个女的嫌疑人 是犯了罪的 他也知道 这个女的抢了多少钱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明知这个女嫌疑人 是犯罪的人 还为他提供 那个隐医的处所 将他帮助他 逃回到贵州老家 并且将女嫌疑人 藏在他自己的家里 这样导致我们公安机关 就是说抓捕的难度提高了 追溯探寻人性真相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那警方是以涉嫌抢劫 和涉嫌窝藏 把这个女的周某 和他的县男友杨某 都给拘留了 然后就发现 其实这周某还有丈夫 就是说他有丈夫 而且并没有离婚 在丈夫之外 他又有前男友和县男友 然后他又裹着县男友 把前男友给抢了 这人物关系实在是有些复杂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周某的老家旺某县 位于贵州省西南部 家里经济条件落后 出生在农村的他 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因为我家里 以前爸妈没什么收入 所以我也 他们都顾我节 顾我课读书 我没有读过书 就送帝啊 杀羊啊 还要捡那个板铃啊 贫穷的日子让周某苦不堪言 就在他满18岁之后不久 生活的转机出现了 一个男人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周某的人生轨迹 有人带我老公 带我那边去看我的 后来他们说这边不看火 老婆都是不看火的 后来我就过来 感觉他有钱 我跟我爸妈用 他有钱的嘛 他有钱 妈家钱用得稳的 不要贪人家的钱 钱要自己算 后来我一直没订过妈妈的 就嫁回来 就这样周某如愿以偿地 从贵州大山里 嫁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江山 嫁过来没过多久 他就怀孕了 嫁到我老公 那个家里能换 我就玩 我当个孩子了嘛 肚子又大 然后又干活了 后来生下来嘛 也不干活 但老一两岁的时候 我伯伯带 你不会带 我不带小孩 生完小孩 我觉得那长得好 你跟我一起算 生完孩子之后 周某的姐姐让她和自己 一起在父亲村里的 木板厂打工 吃 住都在厂里 在外打工时间久了 渐渐周某越来越 不愿意回家 不想回家 围着这个家 我真的带不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人打我 也没人骂我 又带不下去 直到周某被捕的时候 她已经有五六年 都没回过家了 即使她的丈夫 多次打电话 让她回家 问我在哪里 我在住房子 回家 小孩哭了 当然我一直 我害怕的 那个 我就不想回家 对于不想回家的原因 周某提及最多的词 就是害怕 面对这种情况 周某也曾向家人 寻求过帮助 可就在她 把这件事情 告诉姐姐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 姐姐的理解和支持 我姐姐 每个男人都这样 你姐夫会这样 我男人都怎么样 都会说 我还大 没有回家 我姐姐一直 跟我到婚家 就拿回家 让我离婚 没法离婚 也没法回家 在之后的日子里 周某认识了 同在木板厂打工 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刘先生 在一个省 我跟刘就 就把他讲 哎呀 你跟死老公 跟在一起干嘛 跟我在一起 不要让我干活 什么说 后来说 我讲还可以的 人还不错 就这样 两人谈起了恋爱 周某丝毫没有掩饰 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 而刘先生 对他的婚姻状况 也并不在意 您当时知道 他没离婚吗 我知道 没离婚 没家的 那他没离婚 您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他有离婚 我到他半年了 是吧 在等到 是吧 可这段感情 并没有持续多久 几个月之后 周某就提出了分手 对我老公一模一样 我老公还好一点 他比我老公还厉害 因为我不想搞他 要搞 我还害怕 我就跟他分了 就这样 分手之后 周某就离开了 原先打工的木板厂 刘先生还曾试图 挽回过这段恋情 后来我就跟他分了 分了 分了 几个月了 几个月 他又来 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了 他又来找我了 我说 你怎么跟他男的太绝 他男的钱多不多 他这么说 这钱不钱的问题 后来他一直追我追我 但他不打我 老婆骂我了 他这么说 他不赶你走了 他跟我好好过 但是我也很害怕的 我真的很害怕 周某口中的 另外一个男朋友 说的就是 帮他逃回老家的杨某 他和杨某 也是在打工时认识的 由于是老乡 两人走得比较亲近 大家要举我 没理会就行了 刚开始 大家喜欢我 喜欢我 以前我是像你这样子 我早就把你睡回来了 他这么说话 我也不想 不明白大家这么想 他就是说 没离婚也要 反正过 不急忙 我也在一起 行啊 反正我听他说这些话 我就感动他 那他没离婚你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可以 为什么可以 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说 他说 我是没离婚 但是 我老公也不要我 反正我在 如果他老公要他 三四年 四五年都没有 没有回过江山过 都是在外面过年的 他跟我说的 所以我们那边的人 如果你没有离过 你没有离过 在一起 几个月 一两年 那个很正常的 杨某也并不在意周某的已婚身份 在一起之后 他们住在同乡朋友租的一间 十平米不到的半地下室里 日子过得就像普通夫妻一般 就是 他拿一点钱 像我花花呀 他想赚到全日 他会帮我买衣服什么的 他一直都没买 他也没钱了 就一直都没买 你还觉得他很好 嗯 挺好 在周某看来 杨某和自己之前遇到的男人 都不一样 觉得他真的很好 人讲话 吃饭啊 因为保护女人啊 这样的感动 不保护女人 怎么保护 有些骂我 比如人上里面 欺负我的时候 他也会欺负我 有些住厨房那些人 欺负我的未来 那他还想做什么 没有 跟我那个 跟我老公 打那个儿子比他好得多 比他们两个好多 是不是主要是这个人 对 跟他在一起 我感觉他没强暴我 其实很好 哎呀 女人嘛都是一样的嘛 经常不骂他就好一点嘛 对吧 如果你做一个男人 你经常骂他 打他 那怕一个女人 像我们男人 去别的上门 人家天天骂你 你跟你也不舒服啊 是不是 他讲话要明白一点 所以他留本话一点 他读个书 他都没有读过书 所以 他还蛮好的 我姐姐一点 没读过书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是 我家里本来就有五个兄弟的 就死了三个 我姐最大的一个 我最小的一个嘛 然后就是家里 那时候就很困难嘛 就 我爸爸妈妈不让他读书嘛 也没让他读书 他一年级都没有上过学 没让他读书 让你读书 你还不好好读书 哎呀 好不好 反正读不出来 没有 杨某的老家 也在贵州省旺摩县 他小学毕业之后 就没再继续念书了 在外地打工期间 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在网上认识的 打了三年 在吉东关吉小达 在回家结婚了 没过多久 两个人的女儿出生 而就在杨某满心欢喜 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女儿的母亲 在孩子出生之后不久 就离开了他们 我找他干什么 走嘛就走了呗 这样子的 我们那边这样子的 有些嘛就离婚嘛就离婚 有些嘛不离婚嘛就 如果你没有办 那结婚证 你有什么用 根本没有用 那天我老婆在医院 申请孩子 一个多星期嘛 然后那个男的 打电话来给他 他们两个估计来 我都知道他 哪一点都会走的嘛 那他扶狗没到我家里 我怎么去找他 没道理去找他 相比于周某的痴情 杨某对他显得有些冷漠 哎呀 女人嘛都是一样的嘛 不觉是哪一个是生的 哪一个是假的 是不是 那行宝就宝了 有没有钱的还不是一样的宝 我也不去问了什么 就是说 我以前我那个老婆 宝掉之后 反正哪一个也是 独自一样的女人 对吧 反正哪一个未带度小孩 关亲小孩的话 就要哪一个都 无所谓的这样子嘛 就哪一个都可以在一起嘛 2018年7月 由于工厂效益不好 两人双双被辞退 没了经济来源 生活渐渐入不敷出 到了10月份 他们连每个月 一百块的房租也交不起了 他讲如果我去弄的 我不是 他讲如果你变到钱 我一定会给你回家 不然就上班 他讲 我就说 哎呀上班嘛 现在该要过年了嘛 该要过年了嘛 后来我们也没什么打算了 过两个月又过年了 后来嘛我就说 如果我弄到钱 你肯定带我回家了是吧 没离婚你也要是吧 跟他姐姐这么说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没离婚我也要订你的是吧 我家父狗这样带见上来带见 父狗在家没关系的 反正有那家什么事就行了 听到杨某这么说 周某想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刘先生 几天前两人在广场上遇到 刘先生还向周某展示 自己钱包里的钱 想让周某再跟自己在一起 看到刘先生既有钱 还对自己有感情 周某就想出了色诱抢劫的手段 而面对女友的以身释放 杨某的反应或许远在周某的意料之外 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如果他从牢里面出来 如果他还确实跟我在一起的话 那他要先离婚 再跟我再结婚 要不然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用没有 他晒的话也可以 他不晒的话也可以的 能在外面等他就等他 能不能等他就嘴边找找一个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咨询师刘嘉宁先生 欢迎两位 这位姓周的女性 我都觉得我无法用什么好坏对错 道德高下来对她做任何的评论 就是你知道她做所有的事 都特别混乱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周某 因为她的客观条件 小时候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所以她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她的角度往往是比较模糊的 可能周女士 她自己都没有清楚的 就是她在亲密关系当中的选择 是有很大问题的 她的第一段婚姻 目的非常明确 我要离开穷乡僻壤 我要过不干活的生活 是以经济物质需求为基础的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我们说两情不相悦 根本没有雨水置欢 所以她给出的理由是说 我这第一个老公需求太强烈 一分钟都不让我休息 表面上听觉得可能是 也许是周某姓冷淡 实际上根据她后面的 所作所为我们判断 应该不是 因为她没有情感基础 我们说我们面对一个陌生人 或者说没有好感的人 别说姓氏了 过多的身体接触我们都会反感 所以像周某跟她这个第一任老公 没有情感基础的情况下 必然会过不到一块 那第二段关系 这种亲密关系 仍然是以物质需求作为基础的 那同样 她给出的不好的理由还是 好了之后才发现 刘先生这需求也不小 跟我那老公比也挺厉害的 所以还是跟第一段关系一样 你没有情感基础 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 你都会觉得她需求很旺盛 那么到第三段 到杨先生这里 其实周女士发生变化了 她说这个杨先生会保护她 会说一点让她感动的话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周某开始有了情感的需求 并且在杨先生这里 得到了一部分的开发 所以她感觉到 我喜欢这个人了 这个时候她的评价就是 这杨先生比我前两个人 好多了 很正常 对我还好 因为有了情感基础 所以自然不觉得 其他方面有问题 这个是正常情感的一种模式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说周某的 整个的这几段经历 造成了是一个 没有人爱过她 所以这样的人 特别容易做一种 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有一个男人对我好 我只要他满足我某一个需求 我为了他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一切其他的法律道德标准 都管不着我 所以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周某最后做了一件 我们看起来特别愚蠢 这一定跑不了的事情 而且也没有多大的 这个效益的事情 他仍然是做了 就是因为他的价值观里面 已经是这个男人 我喜欢 所以我为他做一切都可以 周某虽然看上去脑子乱 比如我们碰见一女的 他脑子乱 这件事你可以解释一个个体 但其实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个体问题 你看他的现任男友杨某 我觉得他差不多 这个周某这个女的呀 有没有他都行 说以后从监狱出来呀 一块过也行 不一块过也行 您看这心大的 怎么都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呢 我们说杨某的这个状况 在他第一次选择亲密关系的时候 就是草率到一个 无法让人置信的地步 杨某的需求是 我需要一个人一起来生活 我把一起共同生活 该做的事情做了 对吧 你别被人欺负死了 你别出现饿着动着了 这就行了 但是情感上没有 因为你随时可能在 都不在 杨某的世界观里面 所有的女性都不靠谱 那我只有比她们更不靠谱 我才不会受到伤害 里边还有一个细节 这个女性周某 说到为什么喜欢 现在有杨某的时候说的是 她毕竟有文化念过点书 我是完全没有念过书的 然后这个男的杨某自己说 我小时候上过学学 我有个姐姐 一天学都没上过 家里不给她上学的 你看就是这种深山区的 贫困地区的乡村女性 到这个岁数的 还有一点教育都不受 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的存在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点 就是由于缺乏教育 缺乏应有的知识 甚至是常识 然后以至于 这里个小片里出现的 所有的这个悲剧的主人公 似乎都无法对 在我们这些人看来 其实并不那么困难的 社会关系 亲密关系 他们似乎 好像一踩进去就爆炸 就是雷区 这完全和他们的这个 整个的生命养成的过程 是直接关联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关系当中 即便如此悲凉了 走到可能有点三穷水尽了 要钱没钱 要尊严没尊严 然后要未来没未来 这样的一个一种地步的时候 依然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女性 是处在这个最弱势的地位 是处在这个食物链的最底端 就是她依然要靠讨好这个男性 而且用犯罪的方式 讨好这个其实一无是处的男性 来保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不被社会最后抛弃 她要去犯罪 她要去抢劫 这说明一个多么不对称 多么可悲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所说的这种 失衡这个关系 可是那么这种关系是从哪来 她为什么那么恐惧 这样一个男人 就是要抛弃她 我的判断 是从她对自己的一种 无能为力的自卑当中 潜意识里生出来的 这种无能为力的自卑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毫无教育背景 因此无法承担起 获取社会资源手段 对自己没有任何获取 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 这样的一种信心的 这种可悲禁欲当中来的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 要让每个人都受教育 很多人可能会说 九年业务教育不花钱的 是不花钱的 可是这孩子如果去上学了 有些家庭就认为 哪怕是个姑娘 她能上地里给摘摘苞米 对吧 她能在家里给搓搓这些 弄弄这些农活家务吧 你认为学校在和她什么 争夺这个劳动力 所以宁可把 如果一个男孩在这些 深度贫困地区 男孩有可能还有机会 有机会幸运地上完小学 上完中学 那么即便家里有 那么一点点的闲钱 或者有那么一点点 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花钱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不会留给女孩 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女孩 就真正意义上 陷入到无知的深渊当中 她不可能摆脱 这个贫困的命运 对她进行的折磨 哪怕她来到浙江 这样一个富庶的 著名的富庶地区 她的行为方式依然是毫无出路 和毫无未来的这种贫穷的方式 因为穷根重在她心里 所以我就相信 如果这个女孩有机会上完小学 哪怕上完中学 就把九年义务教育上完 我觉得她都不至于走到今天 这么悲惨的境地 这也要求我们必须 政府要拿出 面对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时候 应该拿出更有利的手段 敦促必须完成 国家法律规定的 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你觉得这个女性命运悲惨 这个女性自己不知道 就让我清楚地看到 这个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农村家长 特别容易认为 孩子不必受教育 尤其女孩不必受教育 我又不指望 你拿一个高学历干嘛使 你以后就是嫁人过日子 但是你要知道 教育最终达成的目的 并不是说让这人 文化水平特高 他会做物理体和化学体 不是那个意义 当没有经过教育的时候 人的智力都未经开发 对现实人情事态 没有任何分析判断 包括明辨是非的能力 什么都没有 连常识都没有 他懂什么叫保护自己 尊重他人 遵纪守法 完全没有那个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法跟他谈这个 当然如果要很多人 都这个样子 咱也没法谈社会 走向文明和国家富强 所以说到这儿 还是深切地感觉到 在物质上的脱贫 攻坚的同时 这个文化扶贫 精神扶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